各种皮肤病和伤口的处理方法解说 这些患者你们就会更有步骤 然后更简化 好那我们开始来看其他的案例 每日用姜粉加水呈泥状涂抹在皮肤上 用胶布包住至少12个小时 需要停止使用 在双臂上涂姜泥 双臂涂完姜泥用胶膜包住 双腿上涂姜泥 用胶膜包住 好我们这是以前红斑性狼窗50年的 那以现在来看他喝姜汤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当时候爬几步阶梯都已经爬不上了 身体急需有命危的现象 他身上有很多红斑经过涂姜粉泥包扎 他很快就消失 那如果他流汤流水 现在如果这个红斑性狼窗有流汤流水 正确的步骤就应该改变怎么样呢 不断的在他的患处部位用溶浆汤 你每一次可以来回擦拭个两三遍 那一天可以处理个两三次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用电热器 在这患处周围来照射 那这样就也达到长时间的温敷 这个是我如果有无窗口 我做进一步的延伸的讲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第三天 用纱布做一口袋 里面放姜粉 围在换处 外面用毛巾包好 缠腰一周 长时间温敷 姜粉袋 没有的 姜粉袋外面用毛巾包好 缠腰一周 第四天 换处水泡继续起 打开姜粉袋湿湿的 姜粉有得成泥团 而且凉凉的 第五天 水泡里面变浓黄色 变浓包 局部烂得很深 换处即使是包着姜粉袋 还是又湿又凉 怀疑是姜粉不够热 用的是患者自己家里存的劣质姜粉 因以前处理过好几个袋状泡枕 多用的是有机姜 敷上姜粉袋 第二天水泡就会粘吧 建议用有机姜粉 患者以前睡电热毯 会不舒服 燥热难忍 这些情况得以改善 第六天 使用有机姜粉 每天按推全部原始电一次 换处烤电热器 腰围姜粉袋 外包毛巾 那这个案例 如果以现有的来看 应该就不是这样的处理的 也就是 它你看带状泡枕 它有水泡 会湿湿的 就像他们在操作说 用姜粉 那结果它会渗透到 连那个袋子的姜粉里面 都一团湿湿的 你姜粉隔着一个布 它还是没有直达体伤位置 不管外用或内用 我们说比较严重的 我们尽量让姜直达体伤位置 这个是我们的最基本概念 你要直达体伤位置 如果到现在就应该用 溶姜汤擦拭 你溶姜汤来回 在这些患处擦拭 然后擦拭干净不要包 就是干爽透气就好 那擦拭的过程中已经有热 那如果你要再加热的话 就是睡觉的时候 用电热器照射 这些患处是可以的 那你最好下面还是要有纸巾 那只要有丝的话 纸巾就可以把它吸收掉 白天的做法就是 擦农姜汤就好了 然后农姜汤擦完两三次之后 衣服就可以穿上去了 不用担心 那穿上去了 几个小时感觉不热了或是怎么样 再擦拭一下 因为溶姜汤擦拭很方便 当然小部位可以用棉花棒来 沾溶姜汤擦洗 有些大面积的 也可以考虑用刷子 那个毛比较细的 比较 然后在身体上擦 这样也可以 一天可以来回几次 这样也可以达到效果 也就不用再包裹着这个姜粉 然后再一千 这些动作就可以简化 这个对伤口的修复 现在来看非常重要 也就是只要有伤口 流汤流水最重要的一点 是组织液要清洗干净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结论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清洗干净 如果再有热源 因为姜粉你隔着一层布 其实效果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它之所以会好 我认为干爽透气 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然后再来姜粉毕竟 虽然隔着一层还是有热 但这个热可能在我看法 没有姜粉直接温敷在皮肤的效果 更好 那随时它都伤口都保持干净 随时都有热源 然后再加上平常休息的时候 这些伤口都用眼红外线照射也好 电热器再进去也好 因为皮肤表层又有这些姜汤 附着在皮肤 那对吸收能力又更增强 这样的患者 我相信他的修复时间 一定还可以缩短 以后遇到这种 有汤就是会流煮汁液的 有水泡的 有伤口的 唯一选择 第一个不要再考虑用姜粉 或姜粉泥的 唯一选择就是姜汤 我第一次给她暗拼完了以后 我给她敷姜泥 腿上我敷了 她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有灼热感 手上有微微的 她唯一的改变是 她从当天晚上回去 她去等会睡觉 需要第二天下午四点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帮她再不将 她手上过了十分钟 有点灼热感 但腿上还不理解 到第三次的时候 腿还没有出门 就已经有灼热 那么这个中间 她也产生了皮肤 光路很紧 有灼热 又可以的汤水 汤水的时候 她那个Cutting Talk 把它包住 包住以后 那水躺到都湿哒哒的 然后又粘在皮肤上 然后穿着袜子 穿着鞋子 这个水都把鞋子里面 都躺湿了 好 这一个当然早期 我们用包 但我看里面 也有用纸巾把它包起来 因为汤汤水水 现在来看 它流得那么严重 也不宜用姜本泥了 也不宜用包扎了 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患者 重点在 它流出的汤汤水水 一定要擦拭干净 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孩子的经验中 学到一个宝贵的经验 所以最好的方式 第一个要一定要清洗干净 其他再来讨论说 要保持干爽透气 有汤汤水水的患者 一粒不要包扎 一粒以溶浆汤清洗 来回清洗两三遍 每一次都要两三遍 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 记得一定要电热气 一边电热气照射 然后一边清洗 这样效果才会好 如果患者有痛 像刚刚上一个案例 那个带状泡疹 他还有痛 那志工 他就用原始痛点 把他按 他就可以六小时不痛 所以期间还是可以配合按推的 如果他有震的不适感 还是可以按推的 那像腿这么严重 他如果有不舒服感 有痒啊脏啊麻痛啊 那应该还是要按 臀部原始痛点 好 这一个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硫酸所流经的地方 皮肤上留下伤痕 当时用温水清洗后 马上用浓浆汤清洗 再用姜泥涂抹 因为处理及时 且方法恰当 只用了14天时间即恢复 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处理的方法 其实这一个就已经是算是 以当时候现在来看 他处理完全正确 他是先用温水清洗以后 再用浓浆汤清洗 事实上这个步骤还可以简略一点 就是直接用浓浆汤清洗 那温浆浆汤清洗 就一边在清洗一边温敷的概念 他下面再用姜粉 泥涂抹 这个动作也不必要 只有一个动作 浓浆汤温温的清洗 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 我们刚刚已经讲 你要清洗前 一定要再换处 用电热器 放在旁边 照射体伤的位置 然后等皮肤热了 才进行浓浆汤的清洗 现在的标准动作 就变成这样 那这样的一天可以来回好几次 平常清洗过了 就可以照射 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用眼红外线照射 这样我相信修复的时间 都可以进一步缩短 早期我们都会有一种迷思 洗干净之后 是不是要再涂姜粉里 甚至伤口要不要再涂姜粉 以后都没有这些问题了 就只有一个浓浆汤 只要有窗口 就是这样处理 现在再来看也看出 早期我们的志工的努力 那早期就能够把这样重病 处理的那么妥善 现在我们把每个步骤 都严格规范了之后 相信大家在做第一个简化 第二个速度还会加快 好那这一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事工教我先用姜汤清洁伤口后 用针刺破水泡把水压出来 再用鲜姜泥抹上去 保鲜膜包起来 再用两条红豆袋包住 温敷 敷40分钟后拆除 并让伤口保持通风透气 回家后早晚各做一次 两天后伤口因已没那么痛 不在中山下午开始去爬楼梯 并在家中搭配使用红外线灯 照射伤口加强外热源 好这一个也是蛮精彩的 它的做法现在来看 这个要不要有汤汤水水 要不要挤破一定要 因为汤汤水水你不挤破 就好像里面有溶有组织液 你不按推换处痛点 它出不来它就在里面 会延续很久 你要让它消很难了 那这个时候把它刺破 那刺破自然 组织液就会流出来了 那流出来了之后 现在来看就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它的方法 你看它是敷40分钟 就把它拆开了 包括包裹的地方都把它拆开 那早期你看 它这样又用电热器把它吹干 事实上跟现在的做法 是不是一样 一样那你现在 以及用姜本泥那么大片 现在也不必啊 包40分钟还可以 要不然撕一直在里面 如果你花个几个小时 甚至撕在里面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来看 如果遇到这种汤汤水水的 很简单啊 就刺破之后挤出来之后 然后就用溶姜汤清洗 要弄破之前就是要怎么样 还是一句话 要先用电热器吹 因为患处体伤的修复 一定是一边用电热器 一边才一边才处理 同时进行的 这一个患者 现在来用法 第一个步骤 电热器刺破 溶姜汤清洗 好这样就够了 然后随时保持干爽透气 也不要再包扎 也不要再穿袜子 如果平常在家里 还可以用电热器照射 很快就会消了 这也是旧案例 然后现在再来看 大家现在的做法 就可以一致化 好我补充到这里 联系了资深学长 学长说直接用热源 红豆袋或远红外线 等温敷都可以 热度适宜 千万不能把皮肤蹭破了 刚开始温敷时 孩子疼得直哭 但不到半小时就不疼了 继续温敷着 因孩子不肯喝姜汤 改吃10克姜碗 且记寒凉饮食 先用红豆袋包好 再用远红外线灯温敷 第二天 继续用红豆袋 挤远红外线灯温敷 当天就可以自行走动了 第三天 开始给孩子喝30克浓姜汤 吃10克姜碗 抹有机姜粉 并继续温敷 在这里处理上现在来看 也不用红豆袋 因为有窗口 其实不适合用红豆袋 或软贴这一类的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现在如果以后遇到烫伤 第一个照射 直接对着患处 然后再来用浓姜汤清洗 那如果有水泡 就是把它刺破 不是要把整个皮剥开啊 那个弄开了直接溅到正肉很刺激的 而且让患者更受痛苦 所以我们刚刚像香港脚也是 只是刺破 但不是把整个皮剪掉 不是这种概念 刺破让水出来就好 就直接用电热器照射 然后再用浓姜汤清洗 那浓姜汤如果小孩子实在受不了 那我们就改用稍微淡一点 一般患者还是能接受的 但你撒浆粉那就更刺激了 而且也不适宜 好 我补充到这里 10月9日第一次做大温夫 温夫期间内心充满恐惧 担心自己会不会虚弱不知而中暑 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志工请我换湿掉的衣服 用毛巾擦汗 我说甘血是不会让我出汗的 当时全身没有一滴汗 接着做全身按推 发现头部后背腰部和臀部 都有多处痛点 按推后感觉全身无力 回到家已接近中午 倒在睡衣上就无法动弹 傍晚五点精神才好些 竟然奇迹感觉饿了 把午餐吃了一大半 这是发病以来第一次有饥饿感和吃饱的感觉 当晚居然开始排尿 对这种调理方式有很大的期待 渐渐了解原始点五宝的重要性 一开始用40克干浆加1000cc水熬煮姜汤 但是因为难以入口改成50克干浆加2250cc的水 有一次脚被肿起疼痛 脚底均裂几乎不能走路 我就用电毯包住脚 温敷约一小时 症状减轻后 敢用暖暖包局部温敷 志工建议下 每天再加两次大温敷 用两个电毯包住前后身 再盖上棉被 头部戴上护发用的电热帽 每次大温敷约30分钟 这个是甘血的案例 要不要喝龙姜汤 我们说的 第一个要看他体力好不好 如果不错 只是局部的这些轻重症 那就不强调 一定要喝龙姜汤 好所以这一个患者 如果现在来看 这个虽然称为甘血 但他完全没有一些 什么皮肤的问题 那也不会流汗 是甘燥 如果是这样 那涂香粉里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 照我们刚刚读重病处理的方式 就是一边用灯照 那因为他体力很虚 他怕虚脱嘛 可见这个应该也是重病患者 那从字面上来理解 那我们一边照 一边就可以涂姜粉泥 来回三遍 他是头后背 腰臀这样涂下来 涂完之后他热源就进去了 照理如果这样温敷 他会有体力的 不会让他感觉一下子全身无力 所以这个重病患者应该是要先温敷 然后温敷的方式以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说重病处理都是 热源直达体伤位置 那这一个患者如果现在我来做 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帮他背部 整个背部 甚至到臀部 都会涂姜粉泥 如果这是干险的部位 在的所在的地方 我都会涂 当然在涂的先前条件 一定要先用电热器 把这些体伤位置照到等皮肤热了 才开始均匀的涂 那来回两三遍就对了 涂完之后才可以按推 那这样回去他休息之后 整个循环变好 他也会变得更容易饿 涂完之后 然后按推完之后 还是要包裹保鲜膜 如果皮肤没有窗口 也没有组织液流出来 是可以这样做的 后来喝龙姜汤 如果他体力虚弱 是可以喝的 补充内热源 等于内外热源都补充 那有一次就是患者提的 脚背肿起来 起水泡足底归类 几乎不能走路 那第一个起水泡 就像刚刚香港脚这样 一定要把水泡怎么样 刺破 而且他脚底还有干裂 所以如果我们也用姜汤擦洗 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一个患者 我认为以现在来看 就是用浓姜汤来擦洗 那也不要用电毯把整个脚包裹起来 如果有伤口 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那症状减轻后 改用软软包脊部温敷 那软软包你还是要包起来 所以这个以现在来看 这些都可以指的修改 这个患者就是 还是跟香港脚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只要有水泡刺破之后 让组织液流出来 然后一边用电热器照射 一边用龙姜汤清洗 那清洗来回三次之后就够了 那就让他保持干爽 随时有时间就随时照射嚼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患者 Electronic 这个患者 乳癌但是旁边也已经都延伸了 都延伸到蛮严重 这里再处理 因为照的地方 用电热器或眼红外线照射 大家没有看到而已 才不会受风寒 照完之后 你要按推 在硬结肿块 一定是在它的周围 早期它这个面积还蛮大 一按下去 有些马上就会破裂 流出血来 流出血来现在来看 接下来就变得很重要了 接下来不是要撒姜粉 也不是要撒姜粉 通通不是 就是开始用溶姜汤 清洗它的伤口 一定要把伤口 就是清洗干净 要不然它这个组织液或血液 流着很容易结痂 那结痂之后 它里面的 血还有组织液就积在里面 那反而不会好的 所以当我们找到患处痛点按推 它流出血液来或组织液来 重点在清洗干净 那清洗干净之后 这个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所以也不宜用保鲜膜 纱布去把它包脏 都不适合了 然后一天可以清洗来回几次 然后包括按推几次 还有电热器随时记得 一边在按推清洗过程中 一定要随时有电热器 让室温整个温暖 然后照到体伤位置 患者才不会受风寒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下个案例 好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如果它是在窗口按 其实这样还是不好的 窗口周围也就是下沿那里按 它就会流出来了 流出来的地方手指头按下去 那个动作是不移的 应该正常是按推 这个硬结肿块的下沿 那下沿按推了 它自然就会从窗口喷出来 流出来 一定要把阻止液 让它流出来 要不然它一直积在里面 那个窗口很难好的 所以简单的讲 你在照射的过程中 然后按推患处痛点 它流出血液或组织液之后 记得一定要用溶浆汤 清洗伤口 清洗干净来回三次 让患处保持干爽透气 以这个为原则 轻微的皮肤病 或到严重一点的像烫伤 到先向肿瘤爆开的 这些处理方式 其实都是一致的 有些甚至它流出来是水水 有些是流出来像牙膏这样 我也看到好像比较属于固体的 它就从窗口一路冒出来 那这些都是要清洗干净 然后窗口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这一个案例提醒我跟各位讲 窗口是不能直接按 也就是窗口里面烂肉 你不要按下去 一定是要在周围好的皮肤周围去按 不要在伤口上再去挤压 好 这个患者我补充到这里 这个是吹得很干的 那这个就是 上面撒姜粉 上面撒姜粉 对这个是早期的做法 但这样不容易好 现在已经知道了 如果你有硬结肿块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 把它周围的患处痛点找出来 那找出来一般按 大部分都会流血液或组织液出来 然后肿瘤就会变软 然后慢慢消掉 有时候一开始按的时候 它肿瘤不会立刻消失 就是变肿胀越来越大 然后肿到一定程度之后 然后它才爆掉 然后爆掉之后就开始 从里面流出组织液或血液出来 那因为早期我说过了 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害怕了 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 那原始点因为处理太多的案例 最后总结出来 原来这个是一个修复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所以不用急着要把伤口血液堵住 很多人就是撒浆纹 尽量让伤口不要再流血了 然后赶快止血 很多人是这种概念 现在重点不在意这里 该流出来的就让它流出来 然后流出来的过程中 最重要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然后让伤口保持干爽透气 如果大家以后遇到像这种大肿瘤 它破掉的时候 一定要评估患者的体力 如果比较差 在做之前一定要叫患者锻炼体力 还要随时含姜粉淋骨 那随时补充热源 那等体力比较好一点 我们才开始来做 在很虚的情况下你去挤压它 它流出来 它甚至脸色就会苍白 有一些虚弱者就会情况变得很危急 临床上很奇怪的就是 当患者没有体力的时候 他流血不会很多 患者体力一旦变好的时候 他窗口的流血量就变大 所以可见身体是很聪明的 他自己就有一个调节机制在 这也是我在临床上发现 很多乳白患者 他很严重 他有时候按就流很多血 有时候就没有流血 那一天我问他 他就说最近人很虚 所以流没有什么 流不出很多的血带 体力比较好的时候 反而可以流出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多而害怕 因为身体本身就有一个调节机制 所以我们说症状还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重点在处理重病 逃转以后是看体力 那体力有了我们才来强调局部 那今天我们是比较强调 这些局部的这些处理 那重病我们之前都讲过 是要补充热炎 那所以这一个患者 如果他体力够就直接周围的按推 那流出血液来不要再用姜粉 也不要再立刻把它吹干结痂了 因为这样结痂反而堵住了 它里面的组织液或血液或是溶 甚至让里面发臭都有可能 我们尽量再做这样的患者 以现有的方式来做 伤口用溶姜汤擦拭干净为主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这个当时因为都没有清洗 然后就有点恶臭 只有在上面撒姜粉 那个黄色如果是没有清洗 是组织液的话 它这些恶臭放在上面 第一个味道也不好闻 然后第二个也有妨碍到整个的修复 因为它把伤口这些都堵住了 那所以现在来看 遇到这样的患者 其实最好的不能撒姜粉 撒姜粉泥进去里面 它如果又流出组织液 变成一个烂泥 那烂泥又结痂了堵住了又发臭 那反复这样结痂发臭 对伤口不见得是好 那所有的皮肤病 还有肿瘤的破裂处 种种这些问题 我们都已经讲清楚了 所以以后在处理上 只要有遇到窗口 或流阻滋液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洗伤口 第二个要保持干爽透气 这两个原则只要能够掌握住 那我们很多动作都是可以简化的 那如果皮肤没有特别的窗口 或流阻滋液 那就可以包扎了 那个只要保持干爽就好 这是今天所有的这些皮肤的各种问题 做一个总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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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